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他刺激回国了 软书云下飞机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酒店去捉郁天宇的间 他将郁天宇和另一个新人模特堵在房间里 闹得很凶 酒店经理不敢得罪他这个A城软氏的大小姐 只能好言相劝 可郁佳也是四大家族之一 顾及郁佳颜面 经理不敢把钥匙交到我姐手上 软书云气昏了头 居然报警 来要警察破门抓人 警察了解过后 直言桌间这种事还是原配来比较合适 软书云没办法 这才拔通了我的电话 彼时 我正坐在软氏的会议室里 手机漏音严重 一桌人都竖起了耳朵 在等着听好戏 我啪的一声挂断电话 笔杆轻轻敲击着桌面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 该哪个部门了 别耽误时间 可惜会议还是被打断了 他换了其他人的电话 打到了我这 那个小模特 立马封杀了他 软书梦 你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天宇这都第几回了 你次次纵容他 这下好了 那些小妖精 都要骑在你头上拉屎了 一直以来 骑在我头上的 难道不是姐姐吗 我一句话 软书云住了嘴 不过很快 他就回应道 如果你不能坐稳 这个少奶奶的位置 那么还是把它还给我 我不知道 他指的她 是指玉天宇 还是玉太太的位置 不巧的是 这俩目前都对我挺有用的 我不想让 酒店外围满了 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他们看到我就像 苍蝇闻到屎一样 都冲了上来 然而小姐 请问您是收到 玉先生在酒店 私会嫩魔的事 特意赶过来的吗 玉先生经常在酒店 和各种女人私会 您作为他的太太 真的一点也不介意吗 然而小姐 据可靠消息称 您的姐姐曾经是 玉先生初恋情人 请问你对此是否介意 我身侧的助理 忙将记者阻挡在外 为我开道 终于到达总统套房外时 我才缓缓地输出一口气 这些记者 就知道堵在外面 问些有的没的 有本事进来拍呀 捉人拿脏 捉肩拿霜 没图没真相 他们的工资都是白领的吗 听到我的声音 阮书云立马扭头看过来 书梦 你总算来了 你快点叫警察破门 今天一天雨 如果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是绝不会原谅她的 请问 您二位到底谁是 一天雨先生的太太 我看了一眼 阮书云冷下去的面容 以及她眼底的隐忍不甘 上前一步 握住了警察同志的手 对不起啊同志 是我姐姐她误会了 我先生她 现在正在邮轮上开派对 这里面的人不是她 不可能 阮书云自觉声音有些高 尴尬了一瞬后才诱导 她要在派对 为什么不肯接我的电话 当然是你捉奸捉错了地方了呀 笨蛋 我没有理会她 先将警察送走 等到楼道里只剩下我的她时 我才将手机屏幕举到她面前 视频里 郁天宇正和几个世家公子在喝酒聊天 看清楚了吗 郁天宇如果真在里面 能沉得住气 让你一直在外面闹 她不得一早就打开房门 先来哄你这个醋惊 阮书云对我说的一正 不过很快又换上笑脸道 天宇也真是的 玩归玩 怎么连电话都不接 害我白误会一场 她说着脸上还爬上几朵红韵 你把地址给我 我现在就去找她 我收起手机 率先朝着电梯走去 不用了 她已经到楼下了 一听到郁天宇就在楼下 阮书云当机小跑几步追上我 进了电梯时 她还拿出口红补了补妆 我很想提醒她 她即将投怀送抱的男人 是我的丈夫 不过 说了也没用 从小到大 她最喜欢抢我的东西 在她眼里 我的永远都是她的 抢赢了 她会在我面前炫耀 抢输了 她就会搬旧宾找爸妈来帮她做主 在我二十多年的生涯里 也只有她出国这几年 我过得最轻松 电梯门还没开 阮书云就按捺不住的 要向我宣示主权了 舒梦 你该知道 当初天宇为什么娶的你吧 你别以为别人叫你一生玉太太 你就真的得到她了 她心里最爱的人始终是我 现在我回来了 你十项点就主动让位吧 我不置可否 我们都知道 郁天宇从来没有爱过我 她爱的人一直都是阮书云 可那又怎么样 我又不爱她 我也从来不许别人叫我玉太太 三年前 本该和郁天宇履行婚约的阮书云 突然毁婚逃出国 郁家和阮家为这场婚礼筹备许久 婚帖早早地就发出去 社会各界也都在关注着 这场盛大的豪门联姻 这种时候 爸妈实在没办法向郁家交代 不得已他们把我送出来顶包 郁家也不想在人前丢脸 就勉强应下 我从小就不被爸妈宠爱 根本没资格反抗 但郁天宇不一样 她是郁家的长子长孙 郁家上上下下都宠着她 只要她说不愿意 没人弄逼得了她 但是她并没有否决 这个荒唐的决定 婚前一夜 她深夜醉醺醺醺闯入我家 指着我的鼻子倒 只要我们阮家敢把我送进门 她就有办法 让我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谁不怕一个耍酒疯的男人呢 我哀求着爸妈别让我嫁了 可他们一面对郁天宇 唯唯诺诺 熬制醒酒汤药 一面对我警告 我们把你从小养到大 这时候就体现你对家族的价值了 除非你是死了 否则就必须嫁过去 其实当时爸妈不说 我也是想死的 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在了 可我又舍不得死 我还没有查清我的苏丰死因 我如果死了 不会再有人替他申冤 内心复杂煎熬 我没气力跟爸妈争辩 只能由着他们让人对我描摹化妆 郁天宇酒醒后 深深凝望了我一眼就走了 而我们的婚礼照常进行 新婚夜 我听到他对着电话那头怒吼着 他明知道我要娶他妹妹都不舍得露一面 是我高估了他们姐妹之间的情分 我这才知道 郁天宇也是个幼稚鬼 想利用我激怒阮书云 但阮书云让他失望了 从嫁进郁家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在等待时机和郁天宇离婚 但是我一个娘家不做主婆家不喜欢的少奶奶 根本没资格和郁天宇谈条件 只有被扫地出门的份 每次郁天宇在外面搞出花边新闻 我爸妈都会劝我要想办法抓住郁天宇的心 绝对不能失去郁家少奶奶的位置 否则我自己脸上无光 阮家也会跟着倒霉的 我巴不得他们倒霉 这样阮书云没了阮家的支持 就再也不能在我面前耀武阳位了 可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我查到苏丰死前居然见过卵书云 但是我明明记得 他跟我说他不认识苏丰 我顺藤摸瓜 居然查到了我爸妈 还有郁天宇的母亲郁董夫人 我震惊的同时 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思考 我和郁天宇的婚姻 想清楚 我除了被动地接受 还能从这场婚姻里得到什么 至少我想查清苏丰的死因 就必须要坐稳郁家的少奶奶的位置 所以当郁天宇又一次惹出是非 郁家给我施加压力 希望我能帮助郁天宇把面子撑起来时 我学会了和他们讨价还价 配合郁天宇演戏也越来越自然 外人面前我们两个是恩爱夫妻 关上门就各玩各的 互不干涉 当然比起男人 我更看重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势 我只有站得越高 拥有得越多 才有权利将真相揭开 时间一久 我反倒很期待郁天宇在外面多搞些是非 好让我从中获利更多 电梯直达地下停车场 门一开 四目相对 天宇 阮书云有些迫不及待 他以为郁天宇会像在巴黎时装周那次一样 将他紧紧地拥在怀里 狠狠地亲吻 可现实是 郁天宇轻巧地避开他 长逼一身将我揽出电梯 电梯外 记者们早已闻讯赶来 安保人员尽力护着我们三个人上车 郁天宇同样对我呵护被制 反倒是软疏云 不知道被谁的长话筒对了一下 他精致迷人的眼线被对花 卷翘的假睫毛也被弄掉了 他想要发火 却被郁天宇一个眼神制止住 先上车 离开这里 拥挤的后排坐 我被他们两个一左一右地夹在中间 很是无语 要不 我去坐前面 我才出声 郁天宇就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就在我以为他会坐到副驾驶的时候 他居然绕过车身 去到了阮书云的那边 阮书云在他带着压迫感的眼神下 极不情愿地坐到了副驾驶 司机一脚油门 车子窜出停车场 送我回公司 我实在不习惯和郁天宇离得太近 特别是 阮书云那双带着怨气的双眼 正死死地盯在后视镜上 我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 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和他争风吃醋上面 我陪你一起 意外的 郁天宇这个连董事会都懒得参与的人 居然会愿意陪我去工作 不过想想也是 今天阮书云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就算是为了公司的股价稳定着想 郁天宇也得把跟我恩爱无见的戏码做全套 只是他却霸道地 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御室楼下 我的办公桌在阮市 郁先生 你要不要正不讲理 我被他强行带下车 面对御室楼下蹲守的记者 又不得不露出得体的微笑 由着他搂着我的肩头 郁太太今天会在这里办公 你去通知一下 郁天宇只是笑笑 就自作主张对我的助理下达指令 随后 他让司机送阮书云回阮家 终于到了他办公室后 我立马退出他的怀抱 郁天宇也不再像刚才那样 对我温柔体贴 他伸手扯了扯领口 声音有些发冷的道 是谁给他的消息 阮书梦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我随意地坐在沙发上 摊开双手 你怀疑我 阮书云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对阮市有什么好处 郁天宇 如果我想看见你们两个出丑 我今天就不会来了 郁天宇无话可说了 对了半晌 他刚寄起问我酒店里的情况时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不用猜也知道阮书云 郁天宇去了休息间接电话 在出来时脸色阴沉沉的 我有点急事要处理 他说着就要离开 我起身快步挡在他面前 什么急事 到底是预示的股票重要还是阮书云重要 郁天宇 你别指望我还能帮你们隐瞒第二次 我不确定整句话里哪个词刺激到了郁天宇 他瞬间失控 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抵在墙壁上 后背被隔得生疼 但我还是面不改色 对上郁天宇森冷至极的眼眸 阮书梦 别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你图的什么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我微笑 既然你还记得我们之间是交易 那就请你拿出合作诚意来 别总是惹是生非让我难做 我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只是郁天宇不知道罢了 他一直以为 我惦记着郁家的合作 是出于对他的爱慕 和对阮家的忠诚 笑死 谁在乎他们 我堵着门 郁天宇还是坚持要离开 不论我怎么说他都不听 他走后没多久 阮书云就给我发来了 他们二人的大头照 配文 天宇都和我解释清楚了 记者面前做作戏 妹妹你别太当真了 我很快将自己脖子一侧 被掐红的印记派给他 同样配文 我是不想当真的 可是他力气太大 我反抗不了 发完后 我直接将手机禁音 不再理会阮书云的狂轰乱炸 真当我是傻子吗 照片上 郁天宇讹角的伤都不知道屁一下 生怕别人不知道 郁天宇因为他在国外打了一架 不过那都是去年的事了 阮书云连库存都发给我了 看来他这次回国还真的是给逼急了 我的计划也是时候要提前了 我离开御室后并没急着回公司 而是先去了一家私人会所 见了郁天宇的二叔郁和颂 郁和颂身边挽着一个嫩膜 正是阮书云今天要抓的小三 两个人当着我的面 也不忘腻腻歪歪 郁家的男人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会风流 二叔打算怎么谢我 我开门见山 郁和颂也很痛快 就冲你今天仗义相助 只要是我给得起的 你随便开口 我笑了笑 将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是河边上的那块地皮 我盯上很久了 二叔 如果这件事能成 换我谢你 郁宋和将文件拿起来翻了翻 脸上笑容少威胁 我记得这块地皮浴室 最近也在争取中 他很快将文件又推了回来 不行不行 你换别的是 我怎么可以胳膊肘往外拐 我一把按在文件上 抬眼看向他身旁的嫩膜 郁宋和很快反应过来 他伸手拍了拍嫩膜的大腿 对方懂事的起身说 要去补个妆 等门关上后 我才又拿了一份文件出来 二叔 签个字 以后你的胳膊就只会往里拐 这是一份新公司的入股协议 我一点也不担心 郁宋和会拒绝 因为他和我一样 在郁家人眼里都是外人 我是娶来的媳妇 而他是郁爷爷的私生子 因为郁爷爷居内 他一直等到郁奶奶离世后 才被认回 郁家没人看好他 他想在郁家出人头地 南鱼登天 如果不是郁爷爷去世前 留了10%的股份给他 他现在怕是早被人扫地出门了 但郁宋和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喜欢玩女人 更喜欢钻营 这些年 他仗着郁家的事 没少拉拢权贵 有些我不方便出席的场合 恰恰是他如鱼得水的战场 这块地皮我一定要弄到手 设计阮书云走错地方桌间 不过是给我制造一个 和郁宋和拉近的机会 和郁宋和谈妥后 我心情大好 刚好有个圈里的公子哥 过生日祖聚狂欢 我被好友招呼着 一并去了 我一进门 就被几人簇拥着去打桌球 竟然没有发现 灯光昏暗的角落里 还坐着一个郁天宇 直到阮书云气呼呼地找过来时 大家才尴尬了 这是嫂子吗 怎么看着有点不太像啊 有人喝多了 把阮书云认成是我 嫂子 你怎么老了几岁 怎么我天宇哥 最近喜欢郁姐类型的吗 阮书云最烦的 就是有人拿他和我比较 当下拿起桌上的酒杯 就朝对方泼去 很不巧 他泼的是今天的寿星 都是家族里养出来的天之胶子 谁的脸面不金贵 更何况 祖奥家的企业 这几年明显成上升趋势 比阮家可强多了 祖奥当场就不让了 借着酒进 非让阮书云给他道歉 还得把桌上的两瓶红酒 全干了才算 阮书云不肯 气愤又委屈地看向郁天宇 你就看着我被人欺负吗 早知道你是这个态度 我就不应该回过来 他说着 眼底就勤了泪 咽红的唇瓣 被他咬得泛白 郁天宇到底是做不到置之不理 他起身一把搂过阮书云 拎起桌上的红酒瓶 就往嘴里灌 一群人忙上去劝 天宇哥 不至于不至于 阿峰就是嘴欠 你跟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 计较什么 灯光大亮 阮书云靠在郁天宇怀里 冲我挑衅的眨眨眼 随后 他扶着半醉不醉的郁天宇 离开了包间 一群人后知后觉地看向我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却都找不到合适的话 我无所谓的耸耸间 示意大家继续玩 随后也拎了瓶酒 坐到角落里去 我想如果苏丰还在的话 他一定不会让我受这样的委屈 如果他没死 三年前我也不会嫁给郁天宇了 我第一次想把自己灌醉 想着也许醉了 我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迷迷糊糊间 好像有人来抱我 我看着他阴挺的鼻梁 还有那双深邃的毛子 下意识地唤了声 苏丰 难人身体一僵 随后将我打横抱了起来 我想伸手摸摸他的脸 可他脾气挺大的 硬是不让 我恼了 挣扎着要下来 结果冻得太厉害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对不起呀 我赔你的衣服吧 我的记忆只停留在 对方咬牙切齿地说句不用 再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就不记得了 第二天醒来时 我盯着熟悉的天花板 差点惊叫出声 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 被子下面的自己 好像不太对劲 二小姐 你醒了吗 管家陈姐敲门进来 我问过后才知道 昨晚确实是郁天宇 送我回家的 不过就是她并没有留宿 你说她是几点走的 还有 为什么我的腰很疼 陈姐有些难为情地解释道 二小姐 您昨天醉得厉害 我给您换衣服的时候 没浮吻 您摔了一跤 这样啊 我一颗心 总算它实了 因为宿醉 我头疼得厉害 刚想交代陈姐 不要再打扰我时 就听她说 郁家老宅来电话了 我忙找到 手机打给郁天宇 可电话那头 却一直没人接 一直到我坐上车的时候 她才回过来 结果 是阮书云 什么事啊 她声音哑懒沙哑 天宇她还在睡 你要不要这么急 催命似的一会一个 我反复深呼吸后 才忍住骂人的冲动 如果你不能马上叫醒她 那就等她醒了 记得告诉一声 我回老宅了 如果有人问起 我会直接说她在你的床上 我说完直接挂电话 然后命令司机加速 郁家一直是A城四大家族之首 有着百年来的传承 老宅亦是重中之重 缺席是要受家法处置的 阮书云还不算太蠢 我和郁天宇 几乎是前后脚到达老宅 我让司机把后背的一身吸服递给她 并且善意地提醒她 脖子上的唇硬遮一遮 她愣了一下 随机面色奇怪地冷淡了下来 我冷痴 男欢女爱 你又不是第一次了 但别在长辈面前难堪 严禁于此 多的也不用说了 细思昨夜 我仍旧有些后怕 万一昨晚阮书云没发挥她的作用 那我指不定要被郁天宇睡了 毕竟我们是夫妻 而她可以轻而易举地 从别人手中接我回去 在阮书云出国的这些年 郁天宇找的那么多情人都是照着她的模样 而这个世上最像阮书云的就是我 她的亲妹妹 郁天宇虽然常常警告我别越界 可最近一年 她看我的眼神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了 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不可能暗中发力 急着催阮书云回国收了她 等郁天宇换好衣服后 我们并肩走在一起 我问她 郁董身体还好吧 不念不觉地突然叫我们回来 会不会有什么大事要宣布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对郁家长辈的称呼一向有分寸 郁天宇的父亲 早在前年就查出肝癌 从治疗开始 消息一直是封闭的 外界瞒得滴水不漏 家里同样溺不透风 我之所以会这样问她 是因为以前通知我们回老宅 都会提前一天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突然 而且 我刚刚停车的时候 看到了一辆陌生车牌 张律师他们已经到了 你说会有什么大事 果然 郁天宇的话 印证了我心中的猜测 我忙打起12分的精神来 房间里已经坐满了人 郁家根基扎实盘根错节 公司规模越大 参与进来的旁支就越多 但掌权的还是郁天宇网上这一脉 郁董并没有现身 只有郁董夫人在律师的陪同下出场 关于股权分配 除了固定的份额 郁董居然还开展了加时赛 以政府新一期的投标为主 如果谁能将项目拿到手 无疑 郁家新一任的继承者就是谁了 我关于郁天宇的脸色 他好像并没有多意外 反倒是他的两个弟弟面上有些难看 还有玉二叔 他面上依旧是玩世不恭 竟然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 主动齐全 大哥也真是的 搞这么一套复杂的流程做什么 古代皇帝选太子都是一眼堂 何必要折腾大家呢 反正我是皇叔嘛 太子又不会是我 我不参与了 郁董夫人笑笑没说话 律师的任务完成后 大家也就散场了 就在我也准备跟着其他人一起离开的时候 郁董夫人叫住了我 听说你姐姐回国了 她没有为难你吧 我扭头看了眼没打算帮腔的郁天宇 努力地挤出一抹笑 怎么会 她是我姐姐 当然是希望我好了 郁董夫人很不给面子地 将几张照片扔在我面前 我低头一看 全是昨晚郁天宇抱着她离开时的画面 拍摄角度刁钻 画质清晰 就算我肯出面承认照片上的人是我 别人也不会眼下到认错 你还没学会飞 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我有时候真不明白 是你自己当惯了缩头乌龟 还是你们阮家叫女无方 当初要退婚的是她 这些年到的风风雨雨 不得安宁的人也是她 现在她一回国 就到处抢镜头 阮叔梦 你愿意被自己的亲姐姐 踩着上位是你的事 可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郁家的少奶奶 她踩你就是在踩郁家 郁董夫人舍不得骂郁天宇 就把气都撒在我头上 我默默地蹲下身子去撿照片 这时 郁天宇突然扯着我的胳膊 将我拉起来 妈 这件事和书梦没关系 你别怪她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郁天宇居然会帮着我说话 郁董夫人缓了缓后 叫我先出去等着 我很识相 能避开的时候 绝对不参与到中间 当他们母子的炮灰 门外 我遇到了还没离开的预送盒 你别看大嫂在骂你 实际上她是看好你的 连天宇都在帮你 你这个郁夫人只会越做越稳 还用得着藏私房钱吗 她是在暗指我上次那件事 我左右看了看 没发现有别人后 才看着她到 二叔 我想有个道理 你会比我更懂 钱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 就像坐龙椅 光是看着有什么用 一定要亲身体验 新项目 我们一起 怎么样 郁宋和没再出声 浴室集团最近鹤立风声 每个帮派都在拼尽全力 郁天宇也收心了很多 他甚至于把我叫到办公室 去帮忙 镜头这么机密的是 我怎么好参与进来 我主动避嫌 他却嘲讽 我在立牌坊 软事在你手上 也不会再发扬光大了 你应该把目标放长远一点 那你能让我坐上 浴室董事长的位置吗 我开玩笑地问着他 果然 他说我太贪心 和自己男人抢事业 软书梦 你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女人 郁天宇说着 居然把一套珠宝首饰 递到我面前 他要我陪他去参加一个慈善晚会 以前这样的场合 他从不会带我出去 莫名的 我感觉他在有意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感动 反而很恶心 这三年 他都快成功用红瓜了 也就软书云还把他当个宝 对了 软书云 我一条只有他一人可见的朋友圈发出去 他立马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浴室 软书云将我堵在地下停车场 逼问道 天宇送你的首饰呢 拿给我 我故意瞟了眼后座 然后不情愿道 那是我参加晚会要带的 姐姐你喜欢的话 等明天我再给你好了 软书云怎么会允许 郁天宇带着我高调出席晚会 我是郁太太没错 可圈子里谁不知道 郁天宇娶我是权宜之计 她一直在等着自己的白月光回国 甚至有人在背后打赌 只要软书云出现 郁天宇分分钟会和我离婚 见我不愿意 软书云使出了杀手锏 你猜 如果郁家知道你以前做过的下件事 还会不会再给你机会留在郁家 还有天宇 她会怎么对你 嗯 软书云手里转了一个U盘 笑得格外愉悦 一瞬间 我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我下意识地 就要伸手去抢 你不是说你已经全部删除了吗 为什么还有 软书云很满意 我惊慌失措的表情 她伸手将后座的礼盒探过来 编开车门编到 从小到大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 你真的太蠢了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真不知道爸妈怎么会生出你这样一个蠢货 其实我更不明白的是 明明我们是一个妈生的 为什么软书云从来都不把我当妹妹看 我在她眼里就好像是一个敌人 小时候妈妈送给我的生日娃娃 被她用剪刀把眼珠子抠出来 拧断头塞在我被子里 我生病的时候 她往我的冲击里加盐 我刚喝进嘴里就一口吐出来 被妈妈骂了很久 我学习成绩好 她把我作业本撕了扔拿桶里 爸爸给我买的生日蛋糕里 被她藏了玻璃扎进去 我吃的满嘴是血 可她这么坏 爸爸妈妈却从来不舍得骂她 甚至我经常能听到 爸妈在背着我哄她 说什么他们最爱的永远是云云 梦梦只是被生下来陪她玩的 所以我在软家 一直充当软书云的薄娃娃 她高兴的时候 我就平安无事 她只要稍不顺心 我连饭都别想吃饱 高一的时候 她嫉妒我钢琴比赛拿奖 抢了她软家大小节的风头 就造谣我和男生约会打胎 妈妈被老师叫到学校去 不由分说的 就当众扇了我一耳光 我转学后认识了苏丰 她像冬日暖羊一样 出现在我生命里 我们两个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 比初恋更甜美的是 你喜欢的那个人 刚好也只喜欢你 可软书云就像是我的噩梦一样 挥之不去 那天放学 她居然坐车 跑了二十几公里的路 专程赶来堵我 只是因为她心情不好 需要拿我撒气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 发现保姆阿姨 不再掉头就想走 可软书云早有安排 两个比我高出一头的男生 将我堵在楼道里 他们很快把我拖回到房间里 我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软书云拿着摄影机拍很久 我哭的嗓子都哑了 各种求饶她也没有放过我 她还说 就算爸妈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软家只要有她一个大小姐就够了 我死不死活不活的 根本没人在乎 那晚他们走后 我独自一个人走上天台 就在我准备跳下去的时候 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是苏丰 我跑下楼的时候 才发现她身上的血 她说不知道哪里来的小混混 把她堵在校门外打了一顿 她担心我连医院都没有去 就直接来找我了 我不敢和她说我的遭遇 如果你分给别人一块糖 她会和你一起觉得很甜 可如果是苦药 能少一个人受罪 就少一个人吧 但苏丰很敏锐地察觉了我的不对劲 她很自责 从那以后 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 一直到大学毕业 突然有一天 她车祸去世了 我在收拾她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枚戒指 还有她写好的求婚诗词 我只觉得天都塌了 苏丰的葬礼后 我每天站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发呆 大概是我的出现太过频繁 一个好心的环卫工阿姨提醒我 千万不要想不开 你们年轻人啊 就是冲动 一个月前有对小情侣 就是因为在这里吵架 男孩才被车压死的 一个月前 正是苏丰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拿出手机 让阿姨辨认上面的照片 阿姨有些眼花 可还是认出了苏丰 就是这个男孩当时吵得可凶了 我没看清 甚至女孩推了他一把 反正挺惨的 我在问什么 阿姨就不肯说了 是有不少女生追求苏丰 可苏丰一向温文尔雅 就算是拒绝 也绝不会和女生吵起来 我重新登陆了苏丰的所有社交软件 翻遍他的所有书籍 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信封 我正准备着手查清事情的真相时 爸妈把我叫回了家 阮淑云逃婚了 我答应嫁给于天雨前 和阮淑云通过一通电话 我要她把当年的录像还给我 否则我就是死也不嫁 我死之前会留一封遗书 把姐姐你这些年对我伤害全部公开 反正爸妈从来不疼我 阮家对我来说也没有多重要 姐姐你考虑清楚 阮淑云这才当着我的面 把录像删除 还一再保证没有备份了 但我不信她 我就知道 逼急了 她一定还会拿这个威胁我 而我要的 就是她最后亮出的底牌 因为这次的慈善晚会 全程都会在网络平台直播 阮淑云格外的珍惜机会 她打扮得耀眼夺目 几乎是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视频里她挽着玉天宇的胳膊 玉天宇几次抽出手臂 去和别人交谈 可阮淑云就像一贴膏药 她怎么都甩不掉 玉天宇的特助打来电话和我说 太太 玉总让您半个小时内到场 我只回了她一句 做下属的 最重要的会体察上意 玉总身边 现在跟着谁谁就醉得宠 你乱叫人太太小心 每天被穿小鞋炒鱿鱼 都不知道为什么 要我去上演二女夺夫的画面 我可没那个闲情意志 我这边正在剪辑片子 忙得很呢 阮淑云拿烂片威胁我 我同样手里有她的资源 而且更新更劲爆 我将剪好的视频发到海外 几乎是郁家准继承人 和白月光洗重逢的消息 登上头版头条的同时 阮淑云也在社交网络一夜爆火 难交 群聚 各种肤色都有 我还在补美容教时 就被爸妈找上了门 他们居然要我出面澄清 主动承认视频里的人是我 我是疯了吗 我神色冷淡地看着他们 是你们自己养出来的女儿 不减点做下丑事 现在居然要我背黑锅 我凭什么 我妈举起手就要打我 被我一把握住手腕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以后就别叫我一声嘛 我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的错额 好啊 不叫就不叫 反正叫了也是白叫 烦了你了 我爸愤怒地上前 他也要打我 我将眼扬起 丝毫不拒 你考虑清楚 你这一巴掌 会付出什么代价 别忘了 我还是郁天宇的妻子 郁家的少奶奶 你们宝贝的软大小姐 只不过是个人尽可福的小三 我爸的手悬在半空 我一边拿出手机 打电话叫司机 一边看着他们道 从小到大 你们什么时候像对阮淑云一样对过我 他怎么样欺负我 你们都可以装眼瞎看不到 我能长大 全靠自己运气好 他对我做了多少过分的事 你们根本就不关心 想我替他背锅 下辈子都不可能 说完 我静止朝门口走去 电话响个不停 是郁董夫人 还真是一波未平 又起一波 我没有接 直接挂断 郁董夫人一定会很生气 她会迁怒谁 可想而知 我回到阮氏的时候 董事会的一帮人全到了 各个眼神责备地看着我 我平静至极 怎么 阮家 现在是我说了算吗 阮大小姐的性子 我爸妈都没办法 你们都盯着我 我有天大的本事 能有钱坤啊 我直接一封辞职信地上 我不伺候了 这破妙谁爱戴谁戴 这下 一帮老狐狸 又都慌了神 毕竟我现在 还顶着郁佳少奶奶的头衔 如果我肯去求郁佳 阮氏就死不了 说什么 阮氏到底是性阮的 我就算要撂挑子 也不能在这个时候 总要帮着阮氏撑过难过 我趁机和他们签下对赌协议 把他们一个个都逼上梁山 输了 我只是阮氏的一个执行副总裁 大不了引就辞职 可要是我赢了 不论阮氏这艘破船 最后胜多少钉 都归我了 律天宇从前绯闻再多 媒体也只是拿来博取流量 毕竟替身都是讨龙套的 热镜过了再深究就没意思了 可这次不一样 总裁的百月光初恋情人 逃婚成迷 在归来时已是千帆过境 阅人无数 律天宇深陷舆论漩涡 偏我这个正牌夫人 不置一词 律家动用了多少关系 仍旧无法压下热度 律天宇一边要应付媒体 保全 律师形象 一边又要去和合作方解释 她焦头烂额时 阮淑云还不安分 她看爸妈逼我不起作用 就亲自来找我 她又想拿优盘威胁我 好啊 你现在就去把视频放到网上 我无所谓 反正我们阮家就要完了 大不了一起死啊 阮淑云正住 你不怕律家赶你出门吗 我笑了 有你这个爱出风头的姐姐在 你觉得律家能高看我吗 阮淑云 你不是一直都说 律天宇很爱你吗 证明给我看 她有多爱你 阮淑云在我的刺激下 当真做下蠢事 她跑到了律师集团的顶楼 一定要见到我和律天宇 我们赶到的时候 楼下已经围满了记者 空中还有无人机抓拍 不过很快 被律师的保安驱逐了 阮淑云声称 如果律天宇不答应和我离婚娶她 她就会立马跳下去 天宇 你要看着我死吗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真的这么狠心吗 律天宇眼底不满阴质 脸色前所未有的冷漠 她向前一步 对阮淑云道 你现在站着的地方 如果不是在律师 你以为我会上来管你吗 你要死就死远点 别再来祸害我 我以为律天宇就算对阮淑云失望 至少会在乎她的生死 可她却决绝地让我刮目相看 从你决定分手的那一刻起 我们之间就该结束了 阮淑云 我现在的妻子是舒梦 我希望你能认清现实 别再打扰到我们夫妻的生活 她说着 也不知道是为了做戏还是赌气 居然伸手过来搂我 阮淑云接受不了 于天宇的变心 她声嘶力竭地喊着 天宇 三年前我是被逼的 我根本没想过要和你分手 是因为 因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于天宇打断她 就算有人逼着你和我分手 他们有逼着你去和别人上床吗 你自己犯贱 就不要再提那些陈年老师了 我看着于天宇紧绷的侧脸 行动大概有了成算 那件事 她应该是已经知道了 果然 完全力的人没有不心狠的 阮淑云是真的绝望了 或许她最一开始 只是想演一场戏逼一逼于天宇 但现在 我从她的眼睛里 已经看不到生的希望了 不过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就算死 也不会甘心放过我的 阮淑云到底还是将那段视频 放了出来 看着的于天宇眼底的震惊 她满意地笑了 你以为阮淑云就有多贞结圣女 她比我更贱 于天宇 你一定会后悔的 她说着就要跳下去 却被早已埋伏在一边的救援人员 给拉了回来 阮淑云哭叫提打 最终还是被带了下去 我有点失望 真想看看她摔成一滩肉泥后 我爸妈是什么样的表情 不过我很快报了警 叫来了我的私人律师 我捡起阮淑云用来播放视频的手机 交给警察 作为我控告她的证据 于太太 手机我们会严格保管 有需要会请您回去协助调查 您放心 已经上传到网上视频 会被撤回 我点点头 这个我倒不担心 因为我一早就有安排电脑高手帮我 阮淑云上传的视频 只会有上传记录 并不会真的被人看到 她的罪证会记录下来 但我是不会允许二次伤害发生的 包括交给警察的手机 都有律师跟进封存和备案 天台很快恢复平静 郁天宇也已经从震惊中回神 她用一种很陌生的眼神看着我 阮淑云 你究竟还有多少是瞒着我 我一脸都无辜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有必要四处宣扬吗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视频的事 郁天宇声音冷冷地打断我 你设计阮淑云回国 又故意把我行踪透露给她 是你让她代替你出席宴会 闹得人尽皆知 今天这场戏 也是你设计的吧 她伸手指了指四周 你想干什么 报复阮淑云也不用把自己搭上吧 你真的就一点也不在乎 郁太太这个身份吗 那你呢 我向前一步与她对视 你在乎过我这个郁太太吗 郁天宇被我问的一正 她眼底有瞬间的僵致 气氛冷了几秒后 她才缓和声音道 一切都要结束了 舒梦 我们重新开始 从头来过我没有再说话 越过她静止往前走着 郁天宇却从身后抱住我 我不敢保证我以后会有多爱你 但至少在我看来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做文娱太太这个位置 舒梦 给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 好不好 听听 这是丈夫哄妻子的话吗 我要信了 我才是真的贱 我正开她 甚至还伸手帮她理了李依林 你说的对 一切都要结束了 等结束之后 我们再谈吧 遇事软事 每一个参与过杀死苏丰的人 我都不会放过 这三年来 凭借着苏丰留下来的一封举报信 我终于查清了她死亡背后的真相 苏丰是经济专业的高材生 实习时就进入到浴室的分公司 后来因为表现出色 被调到总公司 她发现了浴室的账目资金走向有问题 而且事关重大 于是她暗中查证收集资料 准备向上举报 她的行为被上层领导发现 之后有人约谈了苏丰 她这个人我最是了解 一腔正义 绝不会畏惧强权而妥协 更不可能被金钱收买 正因为她执意要举报 两家在商量后才决定除掉她 是阮书云假扮成我的样子 把苏丰骗到了公路边上 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路边情侣争吵发生意外 大卡司机疲劳驾驶 酿成惨剧 为了确保人证物证齐全 我不光收集了预软两家转移资金 非法套取贷款 违规开设楼盘的各种证据 我还找到正在坐牢的大卡司机家人 最终见到了那个司机 我一定要亲手将这些恶人送上法庭 要他们为苏丰的死负责 政府项目竞标会上 郁天宇以为我盛装出席 是为了衬托她 当结果宣布的那一瞬 她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吃人 不过我才不在乎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 一切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郁天宇就算要报复 我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从此A氏将不会再有玉氏和软氏 有的只是苏云集团 抓案调查组很快展开工作 玉氏和软氏前后相隔一天被查封 所有涉案人员均被扣留护照身份证 不得出入境 一落落账本被封存带走 包括办公电脑 一共有十几辆车从玉氏集团离开 郁宋和来找我的时候 我正忙得不可开交 软氏集团有太多的人事调动 需要转岗到我的新公司 这些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筛查 阮书云 你过河拆桥 凭什么把我踢出公司 你从头到尾都在算计我 郁宋和不顾众人在场 愤怒至极 我埋头整理文件 抽空看了他一眼 二叔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不会这么想 我挥了挥手 示意其他人离开 律师现在的资产全部被查封 可为什么你银行卡里还有一笔资金可以调动 因为你跟着我赚的钱 是清白的 郁宋和最终没有多说什么离开了 他比谁都清楚 他现在根本没资格和我计较 之所以我还会给他报酬 一是因为他确实帮了我的忙 二来 他不是律师的核心人物 那些脏事 他还没机会参与 我从电台新闻中看到 郁董在律师出事后一周就病逝了 可惜 他死前想要见一见自己的儿孙 都没办法把人凑齐 因为他们大多在接受调查中 阮书云被我爸妈送进了精神病院 想以此逃过法律制裁 没关系 反正他逃不过我的制裁就是了 我爸妈也都被勘压起来 律师来找我时 我明确表态 有罪就叫他们认 真要无罪 不用你辩护他们 也不会有事的 虽然我也在阮氏担任着重要职务 可我是实名举报 大妈就算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拖 也是不可能的 涉及经济犯罪案 审理起来比较麻烦 一直到我的新项目竣工时 这件案子才终于有了结果 律师高层多达二十几人 全部被判处有期徒刑 从十几年到几年不等 判得最重的是玉董夫人 除经济案外 她还涉嫌教唆杀人 我已经从阮书云口中了解清楚 当年整件事情都是她一手安排的 阮书云并不想参与其中 因为玉董夫人不许玉天宇知晓整件事 她很担心她这一走 就再也没机会嫁给玉天宇了 但是阮氏当时资金链出了问题 爸妈急需玉氏的帮扶 因为替阮书云嫁去玉家的人是我 爸妈和阮书云心里又都觉得我好拿捏 只要他们等到玉天宇掌权 阮书云就一定能重新嫁进玉家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玉董夫人这招叫一蛋三鸟 她从来都看不上阮书云 她要的儿媳妇一直是我 起初我也没察觉 还是在阮书云回国后 我才渐渐明白过来 玉董夫人需要我这样一个玉氏沉稳 能进能退的人来辅佐玉天宇 但同时 她也需要把阮家握在手里 可以随意拿捏 所以利用了阮书云 拿住了阮家的命脉 同时还解决了玉氏的威胁 策划苏丰的死 我爸妈也有参与其中 但因为不是主犯 被分别判了八年和五年 我去狱中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在骂我白眼狼 骂完后 又求我照顾阮书云 我勉强答应 让他们在委托书上签了字 这样 以后阮书云的所有安排 就都是我说了算 除非她的精神病好了 不过病好就代表她要服行了 毕竟她犯法的时候可还没犯病呢 就在我妈还想叮嘱我时 我一句话差点把她气死过去 小时候姐姐是怎么对我的 我一定会加倍地还给她 你们放心吧 等你们出来的时候 我会让你们很惊喜的 我将手中的话筒放下 任凭她再怎么咆哮 也听不到了 我忙得很 李天宇还在另一边 等着我去见她呢 时隔半年她像换了个人一样 也许是发型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意气奋发 也许是身上的衣服 衬不出她高贵的气质 总之 穿上球服的她 比任何人更像禽兽败类 她深邃的眸底 藏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们对坐了很久 她才终于拿起话筒来 余婚协议我看了 我不会签字的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没关系 我会申请法律援助 程序走到自动就离了 余天宇 苏丰的死 你没参与其中 我知道 她点点头 又继续道 你恨我吗 我认真的想了想后回答她 我们之间不存在恨不恨这回事 我只是做了苏丰没有做完的事 帮她讨回公道 至于你们 都是咎由自取 愿不得任何人 余天宇 以后别再找人打扰我了 我不会再来看你了 你们遇事欠苏丰的永远也还不清 我虽然不恨你 却也没打算原谅你 因为你们这些人 我失去了活下去的支撑 我打算走的时候 余天宇突然又问我 书梦 如果没有苏丰的死 没有遇事的这些事 你还会和我离婚吗 我看着她 失笑出声 余天宇 你不会以为你表现得深情一些 我就会被你打动 想办法捞你出去吧 嫁给你的这三年 是我最难熬的三年 可也是我最有成就的三年 因为我替苏丰讨回了公道 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 如果苏丰还活着 我根本不可能嫁给你 被我看穿 余天宇脸上有些许的懊恼 不过她到底是 遇事精心培养出来接班人 还不至于太失态 这一天是真的忙 从监狱出来后 我又去看了卵书云 精神病院打电话来说 她最近情况很不好 我怀疑 她是假疯 被关成真疯了 果然 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正不知从哪儿 捡了根棍子在画眉 一会儿又往嘴唇上涂着了 我仔细看了看 好像是谁的牙刷 阮小姐 您能来就太好了 书与小姐这几天夜里 总会大喊大叫 我们试过很多疗法 都没有用 我将提前准备好的一张支票 交给院长 辛苦你们了 我打算把我姐姐转任 到国外去治疗 国外有一种 额叶摘除手术 听说对精神病人的康复 很有疗效 听说很多病人手术过后 都不会再吵闹 这对精神病人的家属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